正常北京人喝炒干 北京人喝炒干就是拿着勺喝的 没有说什么溜边喝 转圈喝 什么跳楼喝那一说 那一说什么有勺也不用 就得溜着边喝的 那个都不是我们北京人知道吗 那是大清朝人 那是晚清的余孽 不正常北京人喝炒干 人家怎么着 北京最地道的炒干 要想吃北京炒干 你骨头一拐弯 咬几炒干 走今儿咱们撸开一撸开 您给来四两猪肉大通的包子 再给来两碗炒干 炒干要大碗的大碗的 多少钱一共 56是吧 一共才56 那真是工薪消费的好事不贵 您可说呢 两份大炒干 八个包子 您说这北京炒干 讲究粘粘乎乎的 搁这吧搁这吧搁这吧 好嘞 谢谢啊 得嘞 咱找这吃吧 来不老二 一块吃点吧 您上下这口粘粘乎乎的 秃鲁秃鲁的 吃这口不用勺 说炒干说炒干 茶比干多 这口地的 这茶得切顶着暖 干得切柳叶片 再来一口 这猪肉大通的小包子 一蘸这炒干 那叫一个香 这口包子那是跟腻的 这就是我们老北京 最接地气的美食 等抽后您来北京 一定得来尝尝 戴上个帽子 我这老贝贝 您他还怎么着 这炒干就得溜边转圈喝 要不然都不地的 嘿 哈哈哈哈